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昨夜受好于预期的企业财报和经济数据的股武 华尔街反弹上扬 受此影响今天上午澳洲股市开盘上扬 S&P ASX200指数上涨0.77% 综合指数上涨0.74% 材料类股上涨0.9% 工业类股上涨0.7% 金融类股上涨0.6% 经济新闻方面 本周澳洲储备银行发布了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以特别提款权计算 价格指数上涨2.7% 随着中国对煤和铁矿石的需求不断飙升 澳洲贸易已由逆差转变成顺差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新闻集团今天公布 2009-2010财报净收入达到25亿美元 与净亏损为34亿美元的2009财年相比 以扭亏为盈 集团营业收入为328亿美元 较去年增长了8% 新闻集团是一家多元化的国际传媒集团 旗下拥有道琼斯、MySpace 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 意大利天空卫视 以及澳洲和其他国家的多家报纸 该集团于2009年底发行了电影大片《阿凡达》 这部史上最大制作的电影赢得了创纪录的票房收入 很大程度上帮助集团扭亏为盈 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长官莫多克 在评论2010财年的业绩时表示 他对公司的整体增长非常高兴 有信心在2011年取得更好的结果 专门开发高效低排放发电机的澳洲公司 Ceramic Fuel Cells今天表示 公司将首次在美国销售旗下名为BlueGen的设备 这一设备只有洗碗机大小 使用燃料电池专利技术 将天然气转化为电能和热能 转换力之高远远超出目前全球小型发电市场上的任何其他产品 除了刚刚在美国建立的新的合作伙伴外 公司已经与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多家大型设备和能源公司展开了合作 其中包括德国能源巨头伊昂集团、德国第三大电力企业EWE 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以及日本大阪瓦斯诸事会社 澳洲语音和数据批发提供商Vocus Communications今天公布 公司已经与新西兰移动和固定电话运营商Vodafone New Zealand 签订了一份价值1130万新元的长期合约 Vodafone New Zealand将在现有供应合约到期后 把全部的国际数据处理业务交给Vocus Vocus成立于2008年3月 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提供批发语音和IP传输服务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尼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